看过周星驰电影的影迷 想必都知道他有多讨厌四眼仔 在他的电影中 你若想知道谁才是那个坏蛋 瞄准戴眼镜的准没错 比如少林足球中的班首哥 带着武器打比赛 还以本正经的让大家不要怀疑 简直不要贪阴线 可等到比赛开始后 他却是打人最顺手的一个 再比如《喜剧之王》中 柳飘飘的前男友 先是花言巧语骗走张博之 谁知玩宴后却让人家去卖 绝对是人渣本渣 做母女 你不做母女我哪有钱啊 我没钱怎么养你啊 而他做的孽 后来还连累心也被打 当时影天愁教柳飘飘演戏 用代入法让他情绪爆发 那从想最后却得到了一个大儿瓜子 你现在试一下幻想 我就是你的初恋男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个角色都是一个演员扮演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 周星驰是单纯讨厌他呢 其实周星驰对戴眼镜人士 确实颇有偏见 看过他电影中的其他角色就知道 《破坏之王》中的段水流大师兄 这绝对是个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再看柔道部的主将黑熊 穿西装戴眼镜装斯文 只是为了追小花 一旦封印被打破 他的本来面目尽现无疑 当然这个定律在周星驰身上也是有 电影《失神》中 他扮演的史蒂芬周 在没跌下神殿之前 他也是戴着眼镜 趾高气昂的耍着所有人 可当他经历磨难 气恶扬善后 确实与眼镜不复相见 但后期电影中的诸位反派 却是不约而同的都戴上了眼镜 而这个设计在新年的电影中 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事后有网友分析 周星驰对戴眼镜人士的不喜 或许是源于他的原生家庭中 那个抛弃弃子的父亲 就是个戴眼镜的人 还有一种说法是 因为周星驰自幼家庭贫困 经常会受到一些富人的欺负 而那些富人大多都戴着眼镜 所以才被新爷加工 展示在了电影中 对此屏幕前的你怎么看 原来周星驰才是剧组中 最不敬业的那一个 正所谓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常年拍喜剧的他 竟成了剧组笑场最多的人 拍摄少林足球时 摆首歌的原定演员 因为私人情况临时来不了 无奈之下有编剧逢免恒定上 可谁能想到 他不仅将这个角色演成了经典 甚至还将周星驰斗得平平安基 在大内密探林立法中 发音被吴向黄一拳打到了墙上 本就是颇具喜感的一幕 谁料却被他的发套抢了进 只见罗嘉英从墙上滑下来时 不小心脚发套搓了下来 好在他临时秀场说了句 而看着这一幕的周星驰 却是忍不住的直接笑场了 这一幕与前面的兵荒马乱形成了反差 完全就是周事无厘头 而与达叔的合作中 周星驰的笑点也是极低 在拍摄《逃血微容》时 周星驰作弊被喊家长 可家长达叔也不知怎么回事 看到周星驰就一直笑 见此导演也不喊停 直到最后 周星驰实在忍不住 也跟着笑了起来 或许是觉得这段删掉太可惜了 影片上映后 导演还将他夹到了正片中 周星驰真是你的仔 你高级的我你说了 周星驰你说 除此之外 最经典的笑场还得是少林足球 片中周星驰和黄一飞在酒吧卖唱 因为黄一飞拿独特的唱歌方式 周星驰紧着一个镜头就笑场了三次 据说本来正版中 没打算用这个片段 可无奈拍摄的其他几版 笑场的更厉害 只有上映的这版还能看 在周星驰的电影中 没有所谓的主配之分 哪怕是戏份只有几十秒的小配角 也都能被大众牢牢记住 如电影功夫中 那个拿从的大神 出场仅有二十秒 却凭借两句台词 就将劳动人民的憨厚朴实表演得灵力尽致 我让你拳都中得了 打我啊 什么你干嘛 爱是更甜的 你甘甜不寒直 收皮啊你 有毛病 同样在这部电影中 由原乡人饰演的乞丐 全程仅出尽两次 却能凭借十七句台词 成功将一个世外高人的形象立下 而他之所以被网友赋予 乞丐专业护这个称号 是因为他还在周星驰的电影 武装员苏吉儿中 同样饰演一名乞丐 而在这些浓套配角中 将爆的地位绝对是难以撼动的 在电影《少林足球》时 他是个回穿梦想的音乐小子 凭借魔性的音乐和舞姿 带动整条街的人活力四射 可令人奇怪的是 明明是再简单不过的动作 他做起来就很合理 其他人的却是单纯蜡影精 那屏幕前的你 对周星驰电影 印象最深的龙套是哪个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哦